我想首先請問薛博士, 就是聖羅旺大學的亞洲研究中心, 當初為什麼要設立? 設立了好久。 聖羅旺大學的亞洲研究中心, 是15年以前成立的。 當初我成為主要的目的, 是希望對於亞洲的三個主要的國家, 中國人民, 特別關於他們的希望法, 是希望對於亞洲研究中心。 這個聖羅旺大學的亞洲研究中心, 我們可以說, 有小小的成就, 我們出來的博士, 也是聖羅旺, 這個聖羅旺, 兩個多人, 大部分呢, 都是在美國的政府機關, 同時大學裏邊教授。 大學裏教的苦人呢, 也是在中國的方面, 生活也很大。 學問是您這個中心的, 在訓練學製的方面, 怎樣的特別的特色? 和別的國, 別的一樣相比起來? 我們, 除了這個苦人的研究之外呢, 我們是還有兩個, 比較是重要的這個, 一個是出版, 我們現在出版了他的兒, 和別的事情說。 此外呢, 我們經常不能, 利用我們新建設的中產黨, 去應這個各種, 因為關於中國, 這文藝的文化, 我們也是配合, 我們這個政府, 這個總統, 好著, 就是中華文化的運動, 所以我們經常不能, 去應這個關於中國, 這個文化, 一些文化, 各種的展覽, 這也是配合我們, 成為的苦人方面, 有重要的這個項目。 那麼, 還想說, 您將來的展望什麼? 我們現在, 當然, 最大的事情, 沒有限制, 我們也以為, 在中華堂, 以後呢, 各種的苦人外, 比較方便, 可是我們現在, 很希望, 在土地方面, 它的加強, 要不利用的是牛, 它要加強。 我們剛才講過, 它在我們各種方面的加強, 我們對於十分方面, 也開始了, 也加強。 謝謝您, 接著我們的訪問。 李教授, 您是研究中心的副主任, 而且同時, 也副的教育。 請問您, 目前中心裡面, 有多少, 博士和碩士研究生? 我們現在裡面有, 28位, 幾多次研究生, 一百二位, 碩士研究生。 另外, 我們還有, 九位, 特定, 一十位, 最主打的主任。 對, 一百五位, 又是1百五位, 你對此一年, quindi我們會來, 以後是這個大戰? 那是個事實, 和你去跟我們講, 第四個位, 我們在美國, 說來, 如果我們說, 再說, 謝謝你, 你接著我們訪問。 谢谢大家